到处都是怪物 这还让不让我好好挖心门框啊 没办法 现在只能敲完就跑开 然后再用收集魔法棒拾取一下 这边怪物也密密麻麻的 我都被偷袭好几次了 小师弟 随便再收集一点就会吧 我刚找到了个没啥怪物的地方开挖呢 稍等一下吧 至少我得把周围这些给收了 待会咱们龙岛会合就行了 我现在就是在往龙岛的方向了 你赶紧的哈 好嘞 敲完走人 我现在骑上我的火麒麟 也往黑龙老巢那边出发了 我看地图 你离龙岛近一点 那你应该会比我先到达呢 没错 我到了 诶诶什么情况 怎么就飞起来了 哦下面有硫磺击杀 那刚好 靠着他看能不能把火麒麟一起送上去 哎呀呀 好像不行哦 赶紧下车二级跳上来吧 嘿嘿 我这反应能力还是很好的 大师兄 你快到了没 我好像跑得离空岛还有点远 你这家伙 说回的也是你 现在反倒比我还慢 我不瞄你了 我直接先回空岛好了 也行也行 你先回吧 不用等我了 可是你等不起的人 我刚好半路上看到扎堆的新能框了 我要上一些再回啦 误了个去 回到这边跟世界木子一样 不仅天黑还有大暴雨 放了烟花 先把天给弄亮弄晴了再说 哎哟 你回来了 怎么样 斩负了多少战利品 赶紧来制作火箭弹啦 投几个啥呢 等我先吃点果汁补补雪 然后再到这边储物箱整理一下背包 我把制作火箭弹的材料都放在这箱子里面吧 割说过分离一半的 你要的话全部拿去制作了 制作好还我一半就行了 好嘞 老板今天很大方呀 只格局一下子就打开了 那我就攻进不足从命了 通通拿上 OK 这次应该也可以搞个好几组吧 说你猴急没错吧 你不觉得还带少了些啥吗 哦知道了 还差红土和迷营 我立刻来拿上 好嘞 这次都带齐了 我先来把不稳定化荷物给制作了 有多少制作多少 然后把所有迷营都分解了 可以搞600个呢 OK 火箭弹开掉 怎么感觉还挺少的 最后发现是制作的迷营掉地上了 现在总共制作了4组多 我准备拿两组多送给大师兄 好家伙 你说这话 不脸红吗 材料大部分都是我收集的 你好意思说送我 不过你有良心的地方 就是自己留的量比我少 对啊 我自己还剩不到两组呢 也是很讲江湖规矩了 那再吃点东西吧 把能量都补满了 咱们就可以去轰炸垃圾堆了 我这边搞了一个没吃过的食物 看着很美味 嘿嘿 不知道吃了是不是能成仙呢 有可能吃了会拉肚子哦 这种事要拿我来先测试比较好 嘿嘿 做人能不能诚实点 想吃就说嘛 哥是有格局的人 等烧完了送给你 好嘞 谢谢老板 刚好煮熟了 我来看一下这又是啥东西 吃了又有什么效果呢 叫做香溢度角包 里面有个获得70的异灵 是啥来的 不管他是啥 肯定是有好处的 就算不能让你成仙 至少也能让你精神焕发 哎呦 原来这个毅力是增加了70的饥饿度啊 不错不错 再一次感谢老板 让我第一次吃到这么美味的东西 我再来拿上一些金塔环 把火箭筒给维修了吧 然后就可以大开杀戒了 把垃圾场的怪物和方块都给清理干净 大哥 别抱太大希望哦 弹药就制作了这么一丢丢 你还想上天啊 除非火箭筒可以附魔无限射击 我已经开始炮轰了 但是感觉有心无力啊 垃圾好像越来越多的节奏啊 那一定是我没有出手的原因 糟等 我这就过去加入战斗 握了个去 好像真的又生成好多的节奏啊 咱们不就去挖了点材料而已吗 生成速度至于这么快的吗 我是感觉已经无力回天了 就算打完咱们这些炮弹 大概率也是给垃圾场挠痒痒而已 所以我有个不成熟的小想法 与其这样浪费炮弹 不如利用这些炮弹去打打boss好了 说的有点道理 不过你后面有个家伙好像不太乐意哦 握了个去 吓到我了 容易老铁这是想搞偷袭啊 哎 虚惊一场 原来他是对你感兴趣 好家伙 哥哥我只是不想浪费炮弹 不然还能让你这么猖狂 早就把你送回老家了